就是这一句在肯德基 来吃到我们的肯像生产 Hello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全世界第一家肯德基 肯塔基 肯塔基 第一家居然是在犹他州 并不是在肯塔基 对 并不是在肯塔基 并不是在肯塔基 对 我们之前来过好多次 他都没有开 今天是 破天荒 这个好失望啊让我 怎么失望了呢 我以前来这个地方的 这家肯德基是 带自住的 现在没有自住了 现在没有自住了 对没有自住了 以前是all you can eat bar 是在这儿 现在都改了 现在变成这种主题餐厅了 就是介绍这个 KFC的历史的 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 他的历史 就是为什么他的第一家店 是在这儿 我记得我在东海的时候 还有这种自住的肯德基 它那种是 大概七八年前吧 六块九毛九 all you便宜 所有炸鸡啊什么小餐啊 什么的都可以 这也是有点迟 但现在的话就 可能 因为物价涨了嘛 这我们点了一个 Famous Go 点了一个 Spicy Chicken Sandwich 套餐 看一下 跟那个 广告上的汉堡 是一个大小 吃起来感觉 不知道怎么回事 它那个炸的那个壳有点苦 可能那个胡椒炸的时间 时间久了点 我觉得它那个鸡 那个味儿一样 对 不太灵 感觉 没有以前吃的那种感觉 甚至感觉没有那个 Pow-Pied Chicken 没有没有 它这个鸡 也就是赶紧炸的点苦 对 炸的不行 没有中国的好吃 对啊 所以如果大家是觉得 曾经有跟我一样的记忆 说觉得这边有这种自住的话 大家就不要来了 因为已经没有了 然后 如果尝尝味儿的话 我觉得也不用来了 因为我觉得 好像都没有以前的 那个肯德基好吃 反正没有 没有在中国吃好吃 那么这期吃播 我们就见到这种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再去东海岸吃那种自住的 然后再给大家做一期 OK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